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你成全了 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罗马的百夫长为了他患病的仆人来找耶稣 他是外邦人 非常明白耶稣的大能 他对耶稣说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耶稣回答他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就在耶稣说话的那一刻 他的仆人得到了医治 圣经里还有另一个医治的故事 心急如焚的耶鲁 因为女儿重病 恳求耶稣亲自到家里 按手在女儿身上医治他 虽然耶稣能够只说一句话就隔空医治 但是耶稣之后 但是耶稣还是去了耶稣的家 把女儿从死神的手中拯救回来 百夫长的信心大 他只需要耶稣说一句话 让他的仆人得医治 耶稣就说一句话 成全了百夫长的祈求 耶鲁的信心小 他需要耶稣亲自到家里 给女儿按手 让女儿得医治 耶稣就到家里 成全了耶鲁的祈求 耶稣按照他们信心的大小 分别成全了他们的祈求 所以天父的宝贝 不管你的信心很大 还是很小 耶稣比你还认识你自己 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面前 耶稣就会按照你所相信的 给你成全了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 很开心与你一起祷告 我是乡乡牧师 我要为你做今天的祝福 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赐给你 使你真知道他 并且满心知道他的旨意 以及他向你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要叫你的未来 大有盼望 奉耶稣的名宣告 天父要照明你心中的眼睛 好使你看见 天父在你身上的呼召 天父要给你的产业 还有天父在你生命中 超自然运行的神迹 其是大能 奉耶稣的名宣告 耶稣所做的 你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你要看异象 你要做异梦 你要报告天父要做的事 就是 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受压的得自由 就是 瞎眼的能看见 耳聋的能听见 瘸腿的能行走 麻风病人得洁净 贫穷的 有好消息传给他们 你是相信耶稣的人 信的人 必有神迹奇事 跟随着你 你会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叫死人复活 把鬼赶出去 喝了什么毒物 也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的病就好了 因为 耶和华的恩年 已经来到 今天就是 耶和华向你施恩的日子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同在 奉耶稣的名宣告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而死 又为你复活 因着耶稣的鞭伤 你过去 现在 未来所有的疾病 已经得医治了 因着耶稣的血 你所有的罪 已经得蒙赦免了 赢着耶稣的刑罚 天父 已经使你 与他和好了 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 你必因信得生 你的祷告 已经蒙神垂听 你已经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备受恩宠了 永远记得 天父爱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曼 祝你 祝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